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尼 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期啊 最近呢国台办在禁止了台湾的这个石斑鱼输入了之后 台湾方面在这个事情上就一直没有消停过啊 包括蔡英文都亲自出来开始对大陆啊进行指指点点啊 然后也号称说要告到WTO啊 那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之前我们禁止台湾的莲雾凤梨世家啊 等等一系列这样的水果啊 台湾方面也说要告到这个WTO 结果呢 结果并没有啊任何结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会出意外 所以这就是台湾的一贯骚操作 可是现在呢台湾呢最近呢有一个人啊站出来说了啊 怒巴蔡英文底裤 就是说说蔡英文在明知道啊 这种情某一些实际的情况之下啊 却纵容台湾 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导致给台湾的渔民设了一个杀猪盘 哈哈哈哈杀猪盘杀自己人 你有听过吗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医师啊是一个医师 他呢早他说了 他报出来说蔡英文早就知道有套牌这个事 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啊 这个鱼还能套牌车能套牌鱼能套牌鱼当然能套牌啊 也就是说你的产量跟不上怎么办啊 你看日本了吗 小小日本子 小日本子他们之前不就干过一个鰻鱼的事吗 就是说他这个日本鰻鱼出口 但是他这个产量不够怎么办呢 他买这个别的地方的鰻鱼 然后呢贴上他的牌 贴上他自己的牌就说我这是日本原产的 结果被人曝光出来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你你这种套牌的这种东西呢 你一定会给你的这个生育造成损失之外 而且你的质量也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这根本就是以四冲好烂鱼冲树的这种行为 所以大陆在这种程度上来讲啊很多的时候 包括岛内的一些绿色媒体说啊 这就是政治操作根本就没有政治操作 你台湾自己就手脚不干净 你怨大陆干什么呢 对吧 你这种东西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贸易 去任何一个地区去有这种贸易行为 任何一个公司企业单位 你搞这个人家还能跟你合作吗 所以你别怨啊 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相应的这个爆料人啊 也在这个台湾方面也爆料说 这个蔡英文知道这个事啊 蔡英文不是不知道 蔡英文心里特别清楚 而且特别有一个意思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相应的人呢也举出了一些例证 就是说呢蔡英文 在他上任啊2016年以来啊 他这个石斑鱼对大陆的出口依存度 到今年的五月份 其实是一段一直不断的上升的 一直到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到今年的五月份 对大陆来讲上升了超过九成 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度是非常高的啊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即便是这种情况 蔡英文也清楚的情况 蔡英文依然不去制止这个问题 这说明一个什么情况 这根本就是摆着名字要坑你嘛 坑完你之后自己还在那啊 自己贼喊捉贼 还在自己在那叫苦连天 你有什么可叫的呢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特别要说 在之前啊 我大陆啊 对于台湾有些地方上 我们是太过于给他们脸了 为什么说这样的啊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你记不记得这个当初台湾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水果叫文旦 啊 这个弄的这个产量非常高 卖不出去了 当时台湾有个名义代表 叫谢龙介 求爷爷告奶奶 这个跑到大陆来 求到当时的汪洋 这个来来来 要求这个大陆这方面 能够给他们销量啊 让他们农民有收获 让他们农民这些东西有销路 然后呢 回去之后有说你好吗 有吗 没有 买完了这些人的东西 大陆全部给你兜底 在很多的时候 包括那个凤梨上的 还有一些这个水果上的 你借壳虫 来到这里 你明明有这个水果 有质量问题 一般情况下就给打回去了 要么你就就地销毁了 到大陆这边 还要我们要负责给你 搞这个熏征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你收了 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容忍了 我们经常讲 这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有的时候有的人 你拿他当人 他马上就不拿你当人 他就那么一个玩意儿 他跟别人他好极了 你对他吉言利色啊 他马上跟你特别懂礼貌 你但凡给他一点好脸 他马上不拿你当人看 他就是这种人 他畏微而不怀德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他来讲 就应该这样 你买他农产品 你买他鱼产品 我们大陆没有吗 这些水果我们大陆买 我们不种吗 我们产量不够吗 我们为什么要买台湾呢 要他妈贵质量还不好 这个不仅不说 不仅不仅是这样啊 而且你都知道啊 台湾的农云民 一向是投民进党的 为什么要养他们 你买你买啊 你去种啊 你们自己人搞的杀猪盘挺好的 养肥了再杀不挺好吗 鼓励你们种 然后扭个头了 还得骂你 卖着你东西 挣着你钱 拿着你的东西 去买美国的武器 还跟你在这 要五喝六的 这不就是台湾的嘴脸吗 所以以后对待台湾就这样 一马归一马 板是板眼是眼 反正你也跟我也没有好脸色 反正你卖完东西 你也不念我的好 牛头 你去投民进党去 那么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不就完了吗 说到武器啊 我们就聊一个 武器比较厉害了 台湾的武器就很先进 就在前不久呢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 魏凤和呢 在这个相隔里拉会议上啊 特别讲到了 关于台湾问题的事啊 台湾就开始说了 你挑衅 挑衅 台湾海峡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内海啊 台湾海峡不是 是国际水域啊 而且呢 是各种啊 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同行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 游锡坤特别讲了一下 讲了一个事 他说我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啊 我就知道 我们的熊 这个这个 熊风飞碳 是可以打到这个北京的 我们是可以打三峡大坝的 当然了 没过几天啊 大概个人过了两天之后啊 这个游锡坤就开始怂逼了 说我 我没有说过这话 他那个嘴就跟屁样子似的 你知道吗 没有意义 他说的那个话 说完了可以吃进去 还可以再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再吃进去 他可以做到这样 这就是台湾 当然了 这个我之前一直在谈到一个事 叫做政治现实报啊 政治现实报呢 这玩意儿 他比那个三十英国要来的快级了 所以就在这个谁啊 游锡坤吹完一顿牛逼之后 说我们的这个 可以打到这个北京啊 可以打到你们三峡大坝 结果呢 哎 是了 你看这个了吗 这个这张图呢 就是最近台湾的这个 在进行的一个年度的雷霆操演啊 实弹的射击 这是一辆雷霆的2000 火箭发射车啊 在发射 他的这个火箭炮 这个很多人说 这个这么大烟吗 哈哈 是这样的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发生了点小意外啊 这个连车呢 带炮就原地生天了 当然人没事啊 实在这个操作的相关的这个台军 是没有事 但是整台车就原地爆炸给你看 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武器有多么 先进了吗 啊 你如果脑海当中啊 对于台湾的军事新闻 你有所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台湾的这个是多牛逼 这个他们对于武器的这种啊 这个强大程度和这种专精程度 那台湾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就要想到啊 台湾一直在操作的很多的这种军事设备 你就知道台湾啊 这个军人的素质有多高 武器装备有多精良 你别说打北京了 我跟你说把地球毁灭了都有可能 首先啊 前提是他们可能把自己先毁了啊 我脑海当中有印象呢 我能想到的就是 台湾的这个坦克可以开翻啊 可以直接撞到电线杆子上 可以直接撞电线杆子上啊 直接撞翻 台湾的这个这个批滑艇呢 开着开着可以开翻 还是海军陆战队啊 海军陆战队开着批滑 批滑冲锋艇开翻了之后呢 直接掉海里淹死 哈哈哈哈 他是海军陆战队啊 他不是一般人啊 你就是这样翻个啊 台湾的这个飞机呢 可以直接开到海里去啊 就是两栖的 别人家的飞机 别的国家的飞机 只能飞空中 最多就是速度快点 加个反应加个隐形 门门门在台湾可以 台湾人直接可以开到海里 变潜水艇 而且连飞行员都找不着 我跟你说 雷达上都消失了 你知道 这种隐形的非常彻底 台湾的那个熊三可以打渔船 你知道 台湾的这个F16的这个 从跑道啊 开起来的F16 F16V还有啊 可以在跑道上滑着啊 滑翔过程当中吃土 原地啃泥 把这个整个跑道 给你啃一个一六坑出来 而且台湾的直升机可以直接啊 日中央山脉 开始过去照着中央山脉日 就直接就可以把中央山脉日 窟窿 这就是台湾 如果您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搞笑啊 都是在台湾真实发生过的新闻 你知道 所以当年啊 我在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 当年如果啊 唐僧要知道台湾有这么先进的武器啊 不用去西天了 直接买个直接买个台湾的武器 原地一操作 直接就上西天了 这样不就挺好的吗 你看每年台湾花钱 买这个美国的这种先进武器 买美跌的先进武器 花的那个钱啊 比蔡阳文上坟的时候 给他祖宗上坟的时候 给他祖宗烧的那个纸钱还多了 结果呢 到头来 现在搞成这个样 买F16V能够滑翔吃土 开到海里去 买这个自主研发的 这个雷霆2000火箭发射车 可以原地爆 你打到北京 你别说你打到北京 我跟你说 你把地球回了 我都相信 所以游锡坤这个 话语绝对不是耸人听闻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 我希望啊 台湾未来这样的演习 多准备一下 这样呢 未来解放军统一的时候 不需要打台军了 你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东西全拆了 是不是 这样我们就省事了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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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